- 谢谢微博电影之业给我这个荣誉 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是演员莫大莫大的荣誉 也是很大很大的鼓励 之后会出入更多达动人型的作品和好的角色 谢谢 我也谢谢那个微博和中央六台 滴水浮落吧 其实两位近期的合作真的是给我们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位相互点评一下好不好 或者雷佳音你来说说央阳千玺 你们的这次合作你感觉怎么样 因为其实你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 因为千玺的偶像是Michael Jackson 然后雷佳音正好跟Michael Jackson是 鸿鸣 同名 英文名对吗 千玺跟Michael Jackson是同英文名 我们俩我跟Michael 你跟Michael Jackson不是同年啊 不是同年 一天生的 不是同一年啊 一天生的 还有那个谢力宫 8月29 真的 很有缘呢 所以说一说吧 那个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谢力 那个因为我们俩拍戏的时候吧 他十几十七 十七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跟他这孩子有话说 差不了年龄差不了多少 后来我一想 哎呦我比人大十七岁呢 我小时候要一个十七岁比我大十七岁的人跟我说话 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叔叔 后来我就有自知之明了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他 然后这么多年他的成长 大家也看在眼里 大家都说我他头号和字头 这个差不了多少 嗯 千禧 那你看到他真的有一种看到叔叔的感觉吗 嗯 也 也没有 也没有 因为十二时针那会儿 雷哥也还挺年轻的 我们 我们 现在现在 不是那会儿的 那现在呢 现在也非常年轻 我们就的确是 我觉得挺同频的 我们就是 啊 关系挺好的 也很多很多天都来到一块儿 就是也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好演员 对 两个人跟说相声似的 但千禧刚才说的特别好 同频共振 引人之间的这种同频是多么的重要 这样杂出的火花才能成就好的电影好的作品 是的 那接下来如果再合作的话 两位想演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呢 叔叔跟指责 对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好像有共识 千禧说的啊 灵魂呼唤 跟雷 千禧跟雷佳音 受累了 受累的主要是这个头 脖子可能有点压力 灵魂呼唤 所以千禧也很想体验一下雷佳音的人生体验 对 我就还是觉得我们两个能比较 比较 互通 或者通 所以你最羡慕雷佳音的是什么 七好人好 这个点评啊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把孩子鼻坏了 哈哈哈哈 好的 再次祝贺二位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期待着你们交换人生的影片 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是的 真的就 今天台上有很多惊喜啊 很多惊喜 真的就像发单了